好 今天目前人就位在台東市的不愛路上 我們可以看到呢 現在呢 事工所已經增派了工程的人員 正在進行路邊的路樹修剪的行動 因為呢 受到上次的康瑞颱風影響 其實這邊本來是有兩棵的路樹 但是呢 其中一棵路樹呢 因為不敵這個颱風的強勁風勢 因此有出現倒塌的情況 而且它當時呢 是直接倒在這個道路上 所以造成了這個道路受阻 不過呢 所幸是沒有弄到這個電線以及路燈 可是呢 因為市長就表示說呢 因為另外一棵這個路樹呢 它其實有呈現傾倒的情況 就怕這次的這個天兔颱風 很有可能風一吹會揍成這個 原本就已經有點傾斜的樹 可能會壓到這個電燈以及電線的情況 而且如果這麼一壓 就擔心會有可能會有停電的情況 所以因此呢 就在這個天兔颱風呢 可能會經過台灣的這個期間 這個區域時間內 趕快來進行路樹的修剪 我們可以看到現場呢 這些工程人員都緊急的來進行這個 砍這個路樹的情況 而現在呢 最主要呢 就是把最旁邊已經凸出來 靠近那個路邊的這個樹枝呢 全部都修剪完畢 就呢 就可以擔心說 就可以確保說之後這個天兔颱風 真的來的時候 如果有這個強勁的風勢 也不會造成影響